这都能看得到 就开始要吵架了 不懂事了你知道吗 家要出来了弄你们的 刚才要吵架了 说到Miss A这道题目呢 十里五单 我们就回归一下Miss A的一样一个问题 我们请 佳姐看看 然后呢 准备好了吗 来那各位请听好 请孟佳出题 组合名称Miss A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呢 A 第一小姐 B 苹果小姐 C 亚洲思念 D 思念艺术 来请作答英雄们 三位 苹果小姐 我猜你真是想得出来 Miss A的意思吗 Miss A的意思吗 Miss A的意思 来看看大家的选项 我觉得这道题 如果在屏幕当中出现了 C以外任何的一个答案的话 就是不要 你干嘛了 你干嘛这么早饭 公布答案 这个可以喷某一遍 这个太容易了 好 请公布正确答案 你看这俩小子 来吧 兄弟套一遍 俩臭弟弟 直男 第一小姐 第一小姐 有叫小姐的吗 我告诉你 听小姐 什么 我以前是有听别人跟我讲过的 Miss A 对对对 不 我是知道Miss A这个组合 但是我不知道是这个意思 然后是别人告诉我过的 就正确答案是C嘛 思念亚洲 Miss A 亚洲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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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Miss A 其实也要做亚洲第一旅团 这样一个概念 对 我说的没错吧 对对对 对 这是当时的一个感觉了 来 恭喜所有的这个小姑娘们 你们选C都选对了 恭喜你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然后我们佳姐选择另外一个题目吧 好 那我来选择 我来撕吧 行 动动手 这什么啊 平平无奇的健身小天才 平平无奇吗 开玩笑 我们知道孟佳呢 是非常喜欢健身的 在自己的微博当中 最近一段时间 发了一个小视频 就是自己在做那个 上 就引体向上 对吧 然后做了一些这个 练肩的一个肩肘的一个动作 然后一直在健身 而她的身材呢 没得说啊 因为我作为主持人 我离她很近 我不敢看她 这有点夸张了 因为有时候确实容易受比起 有点夸张了 就是你知道 就直男 你知道看这么样一个 孟佳的朋友便没法看 直男杀手 真的 就是 而且真的没法看 你有点太棒了 来分享一下吧 平时健身都是什么一个评词 我健身其实 之前还好没有那么猛 可是后来发现 要去上节目之后就觉得 还是要自己加强一点 要不然我怕我自己体力也受不了 毕竟也是三开头的人呢 对 然后 这个诚实的 什么都可以说啊 没有今天大家都16岁 对对对 是吗 耳朵解开了 好的 对哦 安生姐 然后呢 就想说去练 然后就跟私教一起练习之后 发现哇 真的好难啊 尤其是私教跟我说 其实每一个女生想要塑形的话 你光练一些在在所谓的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健身的一些动作是没有用的 是一定要举铁才可以 哎 对 真的 他举铁不是说你的你的肌肉和你的身材会肿胀 你刚举完的时候你的肌肉会有点膨胀的 所以你会视觉效果看起来你感觉好像哎我怎么突然就变壮了 嗯 干净太壮了 其实根本没有 如果你觉得你变壮然后你就不健身了是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没错 对 所以有氧加鸡铁是要加在一起才可以真正的健身到那个效果 是的 小虎牙们都听着啊 就各位可能在看手机的时间比较长 确实有必要给自己增加一些有氧和在健身房中锻炼的力量性的训练 才能有这样的身材 好吗 其实我说句实话哦 就是我做完有氧的健身会发现我的皮肤变很好 哎 真的 因为我的皮肤开始呼吸了 因为有些人就是做光做着他不流汗嘛 是 所以他的毛孔不会有张开的那个机会 没错 所以去健身的话你其他的那些保养品都不需要了 真的 真的 行我们有图有真相的 我好像要跟健身教练在打广告啊 天呐 真的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一会儿所有人都去办刊了 贵吗 我们有一段健身的视频日记来一起来看一下各位 我们下一个厉害吧 这有后背 哇塞 大流汗的时候的样子 对啊 好 其实在做肩的那个 对 你还能 我的屁股 没有 太棒了太棒了 你还能够再更加的紧实一点点了 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有去健身房 真的吗 对对对 因为我是需要练局部的就是大腿和臀 所以就专门去针对练了 而且也是发现就是练了之后 可以让你皮肤变好一些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在练习是练的 大部分的都是有氧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体力 但其实我最需要的是塑形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是应该去健身房 试一试先 试一试 那与其试呢 不如今天咱们就试试看吧 好不好 佳姐有没有在平时健身房做的一些 可以控制自己身体的一些平衡性训练 那就肯定是那个平板支撑 平板支撑 OK 可是平板支撑的形态下 需要做一些动作 那样子才会练到更多 因为主要整个健身都是你的核心比较重要 对 练核心要练得比较多一些 没错 今天要不要教我们一个动作 试试 好啊好啊 可以啊 OK 可是那我就不直接冲钱了 对对对这样子 可可可 我怕我暴露 暴露啊 更可以看出来S型 知道吗 这太可怕了 没有S型 来我们先 姐我帮你摆一个拿着吧 我们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 需要吗 好 好 那个 首先这样做好之后 这个是平板支撑 好的 没有问题 就是你不能屁股这样抬起来 好 屁股是一定要绷紧的情况下 是要挺住 然后要这样子 啊蜘蛛人对不对 蜘蛛人要练 蜘蛛人 OK 这是一个 然后往前手是一个 然后屁股不能太翘高 啊 登车 登山的是一个 对 对 然后 还有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能做的任何一切都可以做 啊 这是练臀的 练臀的部分 对 非常的好 安力 然后核心也可以练到 对 真的真的 对 然后就是一直这样呆着去消耗你的身上的体脂 这是最好的 对 这对复职机会有好处的 对 来 谢谢谢谢嘉姐 真的很厉害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不贵不贵不贵 不贵不贵 咱们光看了学习一下吧 三位男兄 三位男 你要不要 不 你要不要 我说 你要一起学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短裤可以的 方便 方便吗 方便OK 我也测着吧 没关系的 好的 我是猛男 你四十五度角 那我们一测吧 我们都一测吧 都一测来了 来 两位 这样吗 可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像我刚刚那样子 现在试做一次 是 OK 好 试做一次吧 那一起来吧 好 好 嘉姐你来健健身证一下我们做的对不对 好 好 我们一起来吧 哎呦 哎呦 这里还要干体力活吗 主持人一看就是健身 我跟你说我健的非常的好 我跟你说服务场开玩笑四十个 轻轻松松 来刚刚 嘉姐教导的 抬腿 来 蜘蛛人 往旁边 拉腿 拉腿 对 手不要动 手不要动 手不能动 对 你的肚子要控制住 坤坤你的肚子 对 然后就是往前 往前 往前踢脚 往前踢脚 对 还不错 不能动 上身是真的完全不能动 完全不能动 对 然后提臀 提臀的 这个 对 单脚的 不能动 对 不能动 对 就直动你的屁股 是不是很酸 很酸 很酸很酸 然后换一条腿 大臀上侧 大臀和屁股 你其实有点太远了 太远了 对 你手有点撑太远了 是要90度撑 可以吗 不用90度 就是你感觉到你的屁股是酸的就好了 好 好 小 对 有意思 那我们就起立吧 厉害厉害 我觉得咱们三个关公 站起来 脸都会红掉的 是吧 不得不说 这套下来 如果要在家里面的话 会非常非常有效 对 对 很好的 行 这个 你说为什么要教我们这一行 生活不易 小时候就不要假开这个题了 这个小 来答题吧好不好 好的 关于平平无奇的健身小天才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隐藏题目呢 也请各位的 一起来听听看 来 也请孟家出题 在这首歌里 杨超苑一共喊了几次燃烧我的卡路里 A 4次 B 5次 C 6次 D 7次 燃烧我的卡路里 这首卡路里里面 这个真的没有数过 究竟喊了几次燃烧我的卡路里 好难哦 卡路里这首歌 这个 这个 真的是有点难啊 行 那我们英雄们请答题 我不知道 卡路这个 好 各位猜一下就行了 男兄男弟 男兄 你看男兄 你们就叉开来选一个嘛 拜拜 拜拜 天天圈 拜拜 来吧 我们先看看 正确答案是 你救了他 真的啊 你救了他 真的 我还说拆开来选一下 送他就选择B 5次 杨超苑一共喊了5次 杨超苑 这个好难哦 这题应该确实比较难 这题呢也是在卡路里这首歌曲当中 然后里面唱到了燃生我的卡路里 而这首歌呢 这句词确实是比较的魔音川耳 对 让大家记住了啊 杨超苑的声音 精密 希望大家吧 也借由这首歌 刚刚佳姐教了各位 如何能够锻炼 千万不要总是锻炼局部啊 局部不可能的 是全身进行锻炼 才会消耗自己身体啊 更多的脂肪 对吧 是的 好嘞 行 希望各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呢 我们进入到了上电视的环节 观看直播的小虎牙们 如果你们这时候呢 点击一下界面当中的小电视的按钮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 抽奖的时间到了 系统呢 会随机的抽取三名幸运的观众呢 送给他们单月的QQ音乐会员 就给你们了啊 刚刚有人在问说 什么时候会揭晓应援图的 挑战赛的结果 等不及了啊 别着急 我们会在这答题之后 今天的整场答题之后呢 揭晓谁是孟家星球的最爱 应援图 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有根据你的经历 也跟你的歌曲 要跟自己喜好 做出了不同的任意人图 好 是谁能够被孟家选中 孟家会把自己的亲笔的图签呢 送给你 这个厉害了 好 我来看一看 行 别着急 不着急 咱们在接触之后呢 到时候看看到底是选择哪一位 好 希望各位关注一下 接下来 请佳姐选下面一个想回答的 我选7号吧 我选7号吧 7号 7号 哎呦 美妆小达人 哎呀 一般般 这个厉害了 真好一般般哦 跟凌云比起来 我真的不是 我是美妆小达人 这个不得不说啊 因为化妆是每一个女孩子 都会做的事情 对 然后呢最近的时间 在2月14号情人节那天呢 然后孟佳也是给自己画了一个泪妆 哎呦 真的交流全过程 而且第一步是画唇 我记得是 先认了个唇还是怎么样 对我先认了个唇 然后唇膏掉了 你知道吗 唇膏没有了 唇膏没有了 没了 好甘的 对啊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给孟佳七个唇膏 不要送礼物 不要送礼物 那个我们让孟佳为我们 现场讲解一下好不好 不同的妆 来先看看这个 对 这个好 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是 我觉得情人节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嘛 对啊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泪妆 是代表一下不开心的情人们 不开心的情人们 的一个表达 那表达的不是一种 我很丧或者怎么样 而是我很煞 姐还是有很多路子 煞 煞 这种意思 对 很好的 那刚刚呢就是一个 再来下面一个 我这个妆就是 这个是我生日当天 生日当天 三号的时候 自己画的 对 生日当天头发啊和装 都是自己弄的 然后我想说 给自己一个子子的美美的一个生日 对 这也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这是一套的图目 对吧 嗯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喜欢哪种风格呢 那我其实很多嘉宾也尝试过不同的造型 而且不同的造型 会适合不同种的地方的女生 嗯 在此呢我们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刚刚我们在之前呢进行过一个互动 叫做上电视这样的一个互动 也希望各位呢能够正在收看直播的小虎牙们 在我们的直播页面当中 小电视按钮选择你要发送的一个弹幕 注意啊有一个小电视按钮选择你要发送的弹幕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 这个抽奖呢是随机抽取三位朋友 可以获得单月的QQ音乐会员 希望各位加入到我们的上电视的抽奖的互动当中 小电视然后选择一个弹幕按住了 有可能就变成那个QQ音乐会员的拥有者 嗯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化妆的部分 对 她也是一个化妆的达人 我 我不太行啊 不太行啊 对 但你能分辨得出来哪个和哪个妆的不同 这个可以分辨出来 让嘉姐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好 有不同的妆 咱们猜猜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妆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张图片 这是哪里的妆 日系 日系的 日系妆 这一看就是非常的轻 这个是什么 韩系 韩系 OK 没问题 这个是哪里 泰系 什么叫泰系 真的吗 泰国系 真的是泰国系的 对 那就是稍微会重一点 对吧 重一点 而且稍微的over一些 对吧 来 接下来下面一张图片 欧美 是欧美 欧美系 欧美系的 欧美系的 困困一下喜欢上了 你知道吗 我就看这个 臭弟弟 还爱想 来 最后一个 这个是韩 国厂 东南亚 中国风 中国风 国系的 对 还有别人的智能 对 但我觉得它是在往韩系靠的 靠的不是很 她的嘴巴的大红色 蛮看得出来是中国的 是不是 有人说嘛 说日系的日妆卖萌 韩妆的展男 中国妆的特别具有独立女性的意识 这个能不能以后也教我们如何在化妆多出一些视频这样子 可以啊 可以啊 对 虽然这个过程很困难 你看一下唇膏没有掉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情况 尴尬 没关系 我们有请今天的美妆小达人孟佳来出今天的下面一道题 好 看看是什么题目 各位正在收看我们的小虎牙们 以及包括三位嘉宾们好不好 好 你们今天的那个答错的还挺多的 嗯 来 请孟佳出题 甜蜜教主王欣凌在2005年发行的睫毛弯弯可谓是火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甜到让人无法自拔的歌 却是由一个酷酷的男歌手作曲的 嗯 而这个男歌手还参加过爸爸去哪儿 请问他的孩子小明叫什么呢 好难啊 好 A Kimmy B Jasper C姐姐 D诺依 来 音熊们 请做答 好难啊 真的 这 这题得稍微 这个真的好难 我真的一点都猜到 这题有三个弯 睫毛弯 腕盐紧扎 这首歌吗 是的 哦 睫毛嘛正好是这个妆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哼 哪一说 二 哼你也会跳 以前嘛 都喜欢 以前就学很多东西 好吧 我各位都答出来了 有人选A 有人选C 还有人选都很奇怪 我们看哪里三位 B和C 你看啊 这其实绕了一个弯 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是C哦 是C 姐姐 这首歌呢 作曲是曹格 来 举举指导 难怪还说 他说还要被喷了 曹格的女儿叫什么 就是小明 姐姐 姐姐 对 你不打吹了吗 打打一拳 诺依是谁的孩子 张晓 诺依是谁的孩子 刘烨 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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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感性 对人的感性 Jasper是谁的孩子 Jasper 诚哥 诚哥 诚哥的 找诚哥 Kimi是谁的孩子 林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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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对 林智颖 所以就是选择姐姐 就是曹格 曹格为他特别完成了一个作曲 这首歌 这个稍微有点小小的绕了 还是不错 恭喜 有答对的 恭喜两位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 选择新的朋友 那接下来 好 请佳姐选择下面一道题目 好 那我选择一号 选择一号了 好的 姐妹 姐妹 哇 弟弟也多 姐妹也多 姐妹很多呀 因为姐妹心影不离 提到团里面的姐妹 一定要提到菲 对 对吧 疫情期间的时候 还和菲一起来完成了一个 教大家运动的一个视频直播 对不对 你真的有关注 哇塞 主持人白做功课 有做作业 很厉害 因为我还真的看到这个状态了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你和菲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是从 应该是从训练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样的默契了吗 对 其实我跟她都互相 就是我跟她其实说真的 比起家人还要亲 真的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比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而且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就是她的衣服 因为我从她家走 我从大家过来的 我没有办法回家 我没有办法回上海换我的衣服 所以就直接 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说可不可以拿着你的衣服穿啊 我就直接穿了就过来 这么亲密啊 同一个衣服 真的 就是我们做女团也是 经常就是衣服会互穿 对 就当姐妹的那种 不会在意这些 对 会有一些比如说 一些特别感动的事情吗 特别感动的事情 就是我还蛮谢谢菲菲 就是我经常在国外的时候 有受到困难 就比如 我出到我出到之前七年的时候嘛 我就觉得我从第一首歌录到最后一首歌 只要有我前老板写的歌我都会哭 就被他骂哭 因为我又是一个rapper 我要用国外的词 OK 那个rap的话很难 对对对对 然后每次录歌的时候都被老板会骂哭 然后我就躲去厕所给菲菲打电话 这一段要逼掉可能 就一段rapper 就跟菲菲打电话 然后就跟她说什么 呦呦呆不下去了什么的 然后菲菲就会很耐心的 就开导我 然后等我状态好了 我再上去就是 还是没办法就是继续录歌这样子 天哪 对 所以她是蛮 我们两个都蛮互相依靠对方的 菲菲比如说就是那种 杯子打不开啦就找我 手机坏啦找我 那个玩游戏玩输了喝酒找我 感觉你像她的哥哥 会自己帮助她做一些利器豆腐 互相帮忙这样子 菲和家我觉得一直都在 我觉得在国内和在国外 都是一起抱团的两个女生 就像家人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 姐妹花的问题来看看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题目 好的 来 先请看一下 也请各位小谷衙们 包括三位嘉宾请听题 在韩国真的有一对亲姐妹 姐姐是少女时代的Jessica 那她的亲妹妹是谁呢 A 金炫崖 B 镇秀金 C 裴秀制 D 金秀制 金智秀 按捺不住了 来吧 请作答英雄们 在读题的时候 加明显的 这是什么题目出的是吧 怎么奇怪了真是 来 这要题 我相信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 来 公布一下正确 答案就是 B 郑秀金 恭喜 郑秀金 Jessica Crystal 对 Crystal 因为其实从她们的中文名字 听得出来 这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一对姐妹 为什么呢 因为郑秀金和这个她的妹妹嘛 郑秀妍 对吧 Jessica Crystal 两位就是亲姐妹嘛 我觉得姐妹之间就是应该互相有照顾的 我想问个今天的那个三位嘉宾啊 就是你们有自己的亲哥哥 就家里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 我有亲哥哥 大我九岁 九岁亲哥哥 对 那算亲叔叔了算是不是 就是 有点太大了 对 照顾你 照顾你 我跟她是打架打大的那种 但是她其实 所以应该打不过吧 是打不过 但是 就我会下手比较狠一点的 但是她其实对我是很好 就是我小时候学唱歌 然后她会带我去一直在门口等我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她会把她钱一直留着 留到我过身 带我去吃东西 这么好啊 对 哥哥真是 哇塞 认证了 好 一般哥哥有妹妹的话不都是那种 哎 我喜欢那个女生去帮我写情书给她 或者是帮我问电话号 我有遇到过一件事情 对嘛 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是那种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欢哪个女生 她让我去剪个短头发 她觉得短头发特别好看 然后我剪了之后是个暴击婆 就是那种 为哥哥牺牲太多 头发炸开掉了 为哥哥牺牲太多了 哈哈哈哈 行 你真是你哥哥的好妹妹 你们两位是都是独生子女吗 独生子 独生子女啊 就没有机会体验这种 这种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特别 血缘关系的亲人的感觉 对 找一个更好的朋友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像飞和家这样的 对 在一起的好姐妹和好兄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面一道题目吧 加 选一些题目吧 我选第五题好了 第五题 好的 没有问题 来 词 词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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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什么词穷女 好 我看看啊 词穷女 这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说的是你吗 对 我自己给自己提的这个名字吧 你啊 对 就是有一次发微博发什么的 然后就一定要写一段话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照片还是那个视频 我就看了大概将近快半个小时 我真的说不出任何一句话 找不出任何一个词可以表述我想要发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说你们就自个儿看吧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就这么不爱说是不是啊 这是在什么时候 因为我从今天的感觉看出来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不爱说 是不爱瞎编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就变成我就是惜字如今 你们给我的一个绰号 你看有人说是真的 这是确实是真的 有人说不可能 对吧 你那么有梗 你那么有梗 谁说的 对吧 佳佳姐 老诗人 你看看说的 对吧 昆昆刚才有想说 你想说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我说很确实 你很确实 你很确实 行 这个其实说到西字如今的一些艺人呢 有很多 比如说咱们特别熟络的肖敬腾 他在出道的时候那是神话一哥 就只说三个字 是 不要 可能不知道 就说不知道 谢谢你 你好 下次见 学到了 学到了 有 确实有视频 我们来看看肖敬腾 刚刚出道的时候 是如何变成神话一哥的 好的 他好多错号 他会唱歌 感觉好不好 嗯 超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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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 嗯嗯两个是很好 真的吗 跟想非半年的时候 你都会跟他们说 一句什么话 你今天一个人要来接受我们两个访问 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 所以你今天可以唱的是什么 没有 有啊 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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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像遇到 像比如说肖敬腾老师最开始的时候 或者是 加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你不能问他一般疑问句 比如说你是今天一个人来的吗 是 不是 今天外面下雨了 要不要晚点走 不要 哈哈哈 他就是唱歌的时候 是最散发他魅力的时候吧 嗯 用音乐来说话的 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的魅力就在于 出题 那个 哈哈哈 我的魅力在于出题 今天这个出题 来看这道题是什么 准备好了吗 好 来 请孟佳出题 各位请听题 请问一下肖敬腾的歌中 哪一首发行时间最早呢 好 A 王妃B 怎么说我不爱你 C 海鱼练 D 皮囊 好 请作答 这个 英雄们 最早 看一下哪首歌 发行的最早 看不出来这个 来来来 几个 有的歌都没听过 我跟你说也是吗 好 没听过 你这些年轻的朋友 我也只听过几个 你看你们这些年轻的朋友 这是 来吧 弹幕当中有很多人打C有A有D 都不一样的 要提看到有些分水岭的朋友 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最早的歌 弹幕什么都有 来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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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女神一样 海鱼练 太皮肌了 海鱼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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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唱吗 来一点 海鱼练 轻轻柔柔的想念 在海鱼的季节 还记得初次上歌的 歌舞比较广 王妃会唱吗 会唱吗 会 也太美 也太美 尽管在危险 好好cue 很好cue 你cue一个 怎么说我不爱你 不用了 算了 为各位介绍 那09年的时候 王妃是这首歌发行的 那怎么说我不爱你 是2011年的时候 发行的歌曲 海鱼练呢 是08年的时候 在她第一张 肖敬腾 《First of the Line》的 限定版当中出现的 而皮囊是最近的 2018年发行的 所以选择海鱼练就对了 行 没事没事 客人觉得自己错得好离谱 真是还怪 来吧 接下来呢 我们要玩一个游戏了 这个游戏呢叫做 数字炸弹 佳姐玩过这个游戏吗 没有玩过 刚刚听过 行我给你介绍一下 游戏怎么看 待会你想一个数字 你心里想一个数字 让这三位嘉宾呢 去猜 你想的这个数字呢 是在一个区间当中的 玩魔术吗 区间当中 好啊 心理游戏 心理游戏 可以 来找一个 谁要说中了这个数字的话 谁就会被喷掉 好 会了吗 谁说中谁要喷啊 写一个数就会被喷 数字炸弹吧 从一到一百期间 行 没问题 来三位 猜完整个直播都猜不完 那随便占一个 PCD吗 佳姐 你要想数字的时候 你先写 写给你 你冲在这边 哇 你写个数字 心理数字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数字 哦 这个数字 okok 你们都看到我吗 他们应该还好 还好 这是 我们转过去 转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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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先转个身 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佳姐写的这个数字 好丑啊 我的字 没有没有 这个数字是为什么这个 我还真的挺想知道的 行 这个数字一到一百 请三位向后转 来 现在谁来先猜 我妈 一家吧 一到一百 一到一百 那就从小一点猜吧 十五 十五 十五到一百 他就不 对 二十 二十 一到一百哦 同志们 二十到一百 二十到一百 六十六 六十六到一百 六十六到一百 再见 都喷吧 六十六 七十一 哇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你猜到了 好快哦 我记得我是在哪个地方 看到过七一这个数字 在你的 我哭了 真的吗 我开玩笑 首先数字炸弹 炸在你身上了 真是 怎么归是神差的想赛 七十一的呢 我就突然 我刚才想七十一还是七十五 那我心有灵犀啊 我厉害啊 真的好 真好 嘉姐你说说看七十一 七和一的数字 到底为什么你不选择这个数字 七十一是我出道的日期 七十一对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 还有蛮有纪念意义的 七十一 对所以就选择七十一 出道十周年对不对 七十一 对七十一 马上快乐 马上好 所以各位弹幕当中 咱们走一波七一好不好 等待这个日期 所以2020年的七月一号 是孟佳出道十年的日子 所有人呢 都可以在这一天的情况 这个好好哭啊 感觉 真的 出道十年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会非常的有感触 因为在一个行业当中 走了十年时间 而且一直不离不弃 这种坚持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所以希望各位呢 以孟佳为榜样吧 2020 7.1 到时候给孟佳来 一起来庆祝这个十周年的日子 好吗 好的 太棒了 好了 接下来 我弹幕当中飞过了7.1 太棒了 那请佳姐再选择下来 哭了的 不要给自己加戏好不好 说自己哭了的 我都还没哭呢 她打字打哭了 哭了 来吧 接下来 不多了 不多了 还有3和6两个数字 好 我先选3好了 3 我们看看 王者MVP 王者MVP 这可就是玩游戏的事情 说到游戏 佳姐你是特别喜欢玩游戏的人吗 对 我是打 你是 我刚刚在直播之前 我听到 她说我的王者 我的王者快死了 我又感觉飞翁过去 我的妈呀 想玩王者啊 对 用谁 我除了刺客其他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对 因为刺客的话操心操太多了 所以我就算了 哈哈哈 又太爱操心了 行 你玩游戏玩得怎么样觉得 嗯 还不错吧 还可以啊 还不错 但输和赢是 什么级别吧 我玩游戏输赢不太重要 可是我站在舞台上的话 我就输赢比较重要 哇 金句 金句 这个真的要注意了 在舞台上就是王者 哈哈哈 干嘛 干嘛啦 静静地看着你这个王者 哈哈哈 不接我可能尴尬了一下 讨厌 真的要不要超美的 我们沉迷在你 我们以为你要 转个华丽的圈圈 哈哈 来一句搜封 哈哈哈 棒棒的 来吧 好 先说到王者MP看看这里边 信封里面藏了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啊 好 好 来那各位三位嘉宾以及所有的小虎牙们一起来请听题 智商250是华晨语为王者荣耀游戏中的鲁班7号创作的角色主题曲 请根据鲁班7号的角色特性判断以下哪句歌词有误 A 重要时候短路B 长腿蹦哒C 骄傲又嚣张D 蠢萌的你 好 各位英雄们请做答 这个好明显 好明显 好明显哦 玩王者的不要错哦 你打啊 其他那些 注意点哦 好了 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耶 恭喜什么答对就是B啦 长腿蹦哒 鲁班嘛 短腿到爆炸 短腿到爆炸 哪来的长腿 小短腿啊 鲁班是谁学的最像来的 声音啊 下午的时候学的鲁班的声音 再来一下 鲁班大师 智商250 OK OK 玩不错吧 上了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有那个机器人的味儿 那个状态像 可能要再加点特效进去 好恭喜所有选B的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道题目 请佳杰来喂给大家吃一下 好 最后一个了 一起来吧好吗 一二三 黑爱料理 好了 炸厨房吗这是 对 这题我们得说说看 因为前段时间呢 所以确实 sorry 佳特别做了一顿饭 然后给自己 然后那顿饭呢 拍了几个照片 真不错真不错 我们先来看一顿黑爱料理的视频 好 好 我怎么觉得这个面长得像 死串杂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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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噔 三二一 我妈呀 哇塞 这 这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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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很不错 连那个水果都是有摆盘的 只不过有一次就是做一个饼 然后跟着网络上学 然后做做翻车了 所以就是有人 有人刷南瓜饼 是 不是不是我做的是那个紫薯饼 紫薯饼 想说剪纸的时候做来吃的 结果就是 我以为是不沾锅 结果完全全沾锅 中了呀 全沾锅 中了 来吧我们看看这道题目当中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题面 好的 各位小虎牙们 这是我们的第十题了 希望各位能好好地作答 看看谁到底是最后的那个 英雄榜的前五名呢 来 请听题 图片中的演员们 谁没有参加过跨剑歌王 A 楼翼萧 B 乘客 C 王传君 D 孙艺舟 来 请作答英雄们 选一下吧 图片当中就那几位 反正就是非常容易选的出来了 好吧 选的都不一样 来 有人选C 有人选B 不妙啊 我已经觉得不妙了 请 公布答案 我还愿飞几次了 今天真是爱飞 来来来 恭喜 我今天是来吃干冰的 今天其实飞得非常厉害 因为刚刚的其实 人家在读的时候 就说到了王传君 王传君 已经很死了 就是王传君 他没有参加过跨界歌王 那几位楼玉肖 陈赫 包括刚刚的孙艺舟 孙艺舟 都有参加过跨界歌王当中 行 恭喜一下 那这我们的题目呢 也算是都答完了 我们来公布一下 今天现场的成绩 三位嘉宾 除了嘉姐之外 先说一下一家了吧 一家答对了 六道题目 六分 恭喜 昆昆 达到七道题目 七分 哇 厉害了 晓风 大家会了 六道题目 六七六 显而易见 今天呢 我们唯一的一个 能够在孟嘉面前展示的舞台 就会昆昆了 恭喜 还有舞台要展示的 有舞台 有舞台 是有奖励的 有舞台 稍等稍等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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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 我们这边呢 还有更多的一些用户呢 也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 进行答题 他们也答得非常的厉害 我们一起来 一起公布一下他们的成绩 好不好 嗯 他们第五名的这一位呢 是用了五十秒的时间 答对了十道题目 哇 全答对 叫非洲小龙 恭喜你 啊 还有这位用四十八秒 答对了十道题目 叫做嗯 还是那颗小虎牙 这位朋友 精力啊 下午的时候也是他 对 也是第二名好像 第二名成绩 而且他们普遍的耗时 都比下午快了 要快了 对 要快 然后四十一秒答对 答对了十道题 叫做小虎牙呀 加小虎牙 恭喜你第三名啊 第四十一秒 同样也是 估计是不分上下 应该是分毫之间啊 也是答对的十道题目 叫做潜水盯着你 而今天我们在这场直播当中 拿到第一名的这位 四十秒 好 Flamingo C 恭喜你 哇塞 Flamingo Flamingo 上一场好像也是 今晚第一名获得的 Flamingo 就会获得 Vivo手机 X50 5G版手机 就恭喜你拿走了 刚刚的今天发行呢 哇塞 然后其他的二到五名的朋友呢 可以获得三百元到一百元 不等的京东卡 同样也恭喜你 恭喜 嗯在今天的结束之前呢 还有很多粉丝朋友 在一直在等待的一个环节 就是关于应援的部分 我有一个应援图挑战赛 那家家今天的时候呢 最后的最后 我们要交给家家 来选择到底是哪个 嗯 你喜欢 今天应援图呢 我会把这张照片 签上我的名字 然后签上兔你的名字 哎 给你 我们先看看这几个吧 哇很新的 几位入选的我们的朋友 这叫做 波鸡波鸡 波鸡波鸡 看她的应援图是这样子的 啊 你可以看得清吗 看得清 OK Who's that girl That's me OK 这位叫做 请别摸我的婴儿肥 她的应援图是这样子的 是很轻的 很轻的一个状态 而且有粉蓝的状态 So Cool J 嗯 So Cool J So Cool J 然后 看手机 手机这边有 So Cool J 偷心闹贼 偷心闹贼 还有另外一个叫 往梦想靠近 往梦想靠近 他把我的紫色的 我这要去印 我要印 印针 好像职位的感觉 哈哈哈 把我的东西 把我的东西全部写在上面 一个简历 一个简历 还有这位叫做 鱼二鱼大鱼 鱼二鱼大鱼 这位粉丝朋友 这个也还很好看的 这是一个 橙色系的 你喜欢哪一款 都做得很好看 其实如果一定要在里面选一个的话 我选这个波鸡波鸡吧 波鸡波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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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很大这个 对这个做的感觉 酷酷的 酷酷的啊 哎呀有一点妈妈的那种 玫瑰在里面啊 有有有 有有 有点妈妈用的玫瑰在里面 是怎么回事 你看有人说羡慕了羡慕了 肯定要羡慕 因为这图做的真心到佳佳的兴奋里面啊 对不错不错 红黑加上这样一种稍微的 继续努力啊 继续努力啊 恭喜波鸡波鸡 会不会下一次所有粉丝都给你做这种系列图 有请那佳佳就签名 2波鸡波鸡 然后把你的签名送给他 哇太羡慕了 选择一个最难吗 哎哎哎后背后背后背 不用不用不用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我可以的 你行吗 我可以的 很认真 我帮你垫个脚吧来吧 波鸡鸡波鸡 哇你这样太绅士了吧 哇 这也算是转了我跟你说 哈哈哈 很快哦马上 你挺重的好像 哈哈哈 你这话说了 没有没有了 今天是 今天是 六一儿童节 非常好啊 你好 哎呦太棒展示一下 已经签好了 哇塞 好羡慕 亲一下好了 哇 哇 还有唇印的 还有唇印的 哇塞 2波鸡波鸡有唇印加上梦山 哇 掌声鼓励波鸡波鸡 恭喜你 这个大发 这个厉害了 到时候我们会联系你把这张照片送给你 放心吧 今夜不睡觉了已经 今夜就是全是稳了 我全不改ID了 哎呀 行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 到底要告一段落了 在最后一段时间呢 我们要把这个舞台呢 交给坤坤 为各位展示一下 特别感谢一下佳姐孟佳 好的 能够博容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直播 在留育儿童节这一天 我相信同心为敏嘛 以后一直保持这样一个青春的状态 谢谢 同时还有更好的一些新的动向和内容 到一直在我们的微博或包括 sns的设计上来来po出 好的 常来我们这玩好吗 好的好的 太棒了 谢谢你们今天的照顾 谢谢 来我们舞台交给坤坤 好 Zither Harp 原谅我真的喝醉了 因为我真的想你了 一不小心就被寂寞吞捨了 爱着你的快乐 我知道这样不应该 也知道你会受伤害 其实不想再让自己对你太过依赖 我明白 你给的爱是僵实的存在 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 它会让你想离开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 所以我今生在你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 爱你都变成伤害你 我们的爱快要窒息 不是故意 却是太爱你 原谅我真的喝醉了 因为我真的想你了 因为我真的想你了 我真的想你了 我认为